OK好啦各位觀眾們晚安 欸今天是9月8號 沒錯這是9月第二個禮拜的禮拜天 欸不知不覺我們一年的時間也已經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欸我不開玩笑喔 你們這個每天在看週報的人欸 你們每天拉哩拉巴巴哩巴拉的拿出來講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年只剩下四分之一的時間了 對不對 所以你們你們仔細想一想 你們有沒有覺得你們今年過得很快啊 有沒有覺得今年過得非常的快 欸你們剩四分之一時間了耶 你看看啊各位你們想想看再回憶一下 今年初1月1號或者是新年的時候 你們大家每個人都雄心 對不對你們每個人是不是都雄心壯志的說 呃啊四分之一超快四分三分之一 沒有啦四分三分之一九十十一十二 好啦三分之一啦好啦三分之一 好算你三分之一好了 好不管三分之四分之一差不多 你們想想看每年1月1號的時候啊 你們都在想欸我今年新年新希望 我今年又要幹什麼我今年要幹什麼對不對 現在過了三分之一現在已經到九月了 你們現在摸摸自己良心 你們想看你們今年想做的事情對不對 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你們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各位各位現在你們快點回憶一下 所以你們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啊 可以做做看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你們當年新的新希望啊 比如今年我要減肥啦 今年我要幹嘛啦 我今年要做什麼啦 我今年要得到什麼啦 我今年要完成什麼目標啊 你們到底是不是有完成到些什麼東西 有人說今年開始你只想找個好工作 然後找到不錯的工作 欸那你找到了沒有嗎 沒有有沒有呢 對不對 啊 六十單以內 六十單以內應該還行吧 欸出社會以後不會 欸欸欸欸什麼話什麼話 我出社會以後還是會給自己每年定一個目標的 我跟你講 人類是一種怠惰性很高的生物 對不對 就像 就像 就像你今天如果去健身房服務 幹什麼我就有被蚊子咬了 喔靠 一定是我剛剛 我開門的時候 我朋友放了蚊子進來 Fuck我被咬了 氣死我了 等一下我這邊有蚊子咬 擦一下 對不對 對你想想看 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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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你們你們做了些什麼 對不對 就是真的時間過很快 人如果不給蚊子定一些目標 對不對 定了目標都不見得會做到 啊 你不定目標其實更 更很難 更很難做到 五秒說什麼都沒做 沒有啊沒有啊 你你成功的失業啦 你不是很想 很想離職很久了嗎 所以至少 至少你有成功做到你離職這件事情啊 對吧 好你要把FGO隊伍補齊 可以 好像這也是一個不錯的目標啦 可以調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目標 讓美歐不騎大象 有啊我有別隻大象給他騎啊 他可以騎那一隻啊 給他如果不願意騎的話 那不關我的事情了 哎 工作外面景氣不好找 找到好工作不太可能 是沒錯啦 但是 呃 工作這種東西 有沒有好找 有沒有找到 我覺得 因為工作好壞 其實有的時候 很難快速定義 說實話 嗯 說實話 就是到底什麼是好工作 什麼是壞工作 我們今天是只用錢去算嗎 還是說我們要把工作環境考慮進去呢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考量一下吧 對啊 不過至少今年 嘛 今年我有一個目標就是 反正我離職啊 雙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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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說到 我說到離職我今年就離了 不過 不過嚴格講 我去年就開始吵著要離職了 嗯 我去年就吵著要離職啊 都沒離 那今年我才離 決定考單跟照顧服務員證到算嗎 算啊 算啊 目標沒有分遠大啊 重點是你有沒有要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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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到 有沒有做到一些好東西啊 對啊 成功的失業不是一個好目標吧 我覺得不一定耶 你是要看你自己今天的目標是... 現在我錢夠花嗎 我...我如果不夠花 我現在就不會坐在這邊啦 呵呵呵 我如果不夠花 我現在就不會... 我就不會坐在... 坐在這個地方很悠閒好嗎 如果我今年... 呃... 不...不夠的話 我當然就不會坐在這個地方啦 等等 跟nego求婚不是你今年最大的目標嗎 呃... 其實... 這個... 其實... 我... 我... 我嚴格講 我年初的時候 我玩... 我並沒有說 一定是說考慮要在今年... 今年內啦 對 原本... 最...最初我沒有... 我沒有說 一定是要在今年內 有考慮但是我沒有說一定要是今年內 對...這個 他根本沒有想... 不是 我有考量到今年或是明年 但是我不見得一定要是... 就當時沒有說一定...一定會是今年 對...所以... 才沒有...沒有臨時動議好不好 那個才不叫臨時動議 那個...那個...那個叫做... 計畫感不上變化 然後做...做一個...調整好不好 做一個...調...調整的 對...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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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調整的部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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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你們...你們不要誤會了對不對 對... 好好好... 說什麼計畫跟變化 不是... 欸...我們今天...你們... 來了變化... 哇...好啊...我覺得... 不是...我覺得我們要回到這個FGO正題上 對不對... 你看觀眾都說... 欸...不是啦... 我們今天不是看你進來講雙口雙黃的 不是來講象徵的對不對... 啊...我們...我們本來就是說好啊 我們今天是... 那個...FGO的內容嘛對不對 沒有道理我們還停留在前半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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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料的時間是不是是不是... 啊...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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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啊 畢竟... 我們還是要...討論一下...欸...我們還是要... 對對對...正題的部分... 還是... 嗯... 還是...得要來...處理一下 啊...是...是...是... 好 好... 好...那...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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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沒有說不想...我只是說...好... 沒事沒事...啊... 好...那...簡單上來講呢...欸... 那個...好...我們今天呢...欸...要講的部分就是...就是... 這個...情人節活動最後衝刺...對...我們會先...講一下大概這個...情人節的... 不會...不要把你當成FGO版的宴後... 欸...等一下...你...你這樣講的好像FGO的宴後沒有宴念書一樣... 有啦...FGO...的宴後也是有在念書的啦... 他練了16年書...他才有料的... 完了...幹...我今天怎麼...怎麼一直在吸仇恨值啊... 那個...那個... 對...你這樣講FGO好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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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念書一樣... 對...人家也是...FGO的宴後...可能也是有念書的啊... 我如果跟女帝吃晚餐...不會啊...我怎麼會跟女帝吃晚餐呢...不會... 當然...跟宴後吃晚餐啦...我只會跟宴後吃晚餐... 我絕對不會跟女帝吃晚餐的...真的...真的... 我不會跟女帝吃晚餐...只會跟宴後吃晚餐的... 你放心...你放心... 好... OK... 呃...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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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好... 那...總結來說呢...嗯...我們今天等一下會大概講一下說這個... 情人節的最後衝刺...大家打到哪裡了... 那這次情人節大家打的狀況怎麼樣... 如果你真的還差很多...你最後接下來應該怎麼辦... 那什麼樣的目標是算你最...你最...你最...你最能夠接近的... 底線...這個...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可能會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未來的...從者選擇...對...可能跟大家講一下說... 欸...那接下來到底在大家很期待的術師將之前... 那會有哪一些角色出來呢...那這些角色... 你們可以...就是有哪些角色到底覺得強度怎麼樣呢... 好還是不好呢...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跟大家聊聊天啦... 看大家有什麼一些問題啦...反正... 有的時候...我沒有什麼...有時候...可能節目啊... D.A. 喇賽啊... 那...喇了一喇...就不小心把活動講完了... 大家都沒有時間問一些問題... 或是講一些什麼東西... 那我就可以再跟大家稍微...聊天... 欸...提一下...那這個樣子...好... 好啦...那首先是...欸這個... FGO的情人節活動最後衝刺... 那活動是在禮拜二的中午會結束... 那現在是禮拜天的晚上...也就是說嚴格講起來... 嗯...等一下喔... 喔是週三是不是...好對不起...在週三結束... 所以嚴格講的話...現在大概還有... 多少時間...24...24... 所以差不多還有50多個小時... 可以讓... 各位把他打完... 就要把這個...把這些...打完... 那...目前來說大家應該可以體會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一次的情人節活動就像我當時講的一樣... 其實真的...不怎麼需要...去... 打...那個什麼... 呃...戴上... 活動的石頭禮裝...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發現到這些事情了吧... 對...因為... 這一次的巧克力需求量真的是蠻大的... 所以你去戴上那些就是... 加成的話...還不如先... 早點把巧克力打完... 那把那些巧克力數量打高... 那事後再去補農... 其實算是... 比較實際的方式... 因為... 如果你前面帶... 你會發現這隻巧克力打的數量真的是... 真的是... 很少啦... 真的是很少... 算是比較辛苦的... 那... 現階段來說呢... 現在還有大概兩天的時間... 那... 我是覺得啦... 如果真的來不及打完的人... 就是點數啦... 我是覺得... 底線大概... 我會抓... 3000萬... 我會抓3000萬... 就是在第一顆傳承結晶的這個位置... 就是... 如果你現在真的還有很多沒打... 然後你又真的很沒有時間的話... 呃... 我是覺得現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們可以抓的位置大概是抓在3000萬的部分... 可以做是一個底標... 因為它剛好是一個傳承結晶... 那這個... FGO這個垃圾遊戲... 欸對不起... FGO這個遊戲來講的話... 它... 通常... 如果有給付出的傳承結晶... 那... 一個傳承結晶差不多就代表著... 呃... 活動的一個段落... 因為最常你們見到傳承結晶是什麼時候... 是不是主線打完嘛... 那主線打完要嘛就是一個聖杯... 要嘛就是一個傳承結晶... 那... 通常這個時候就是... 欸... 我這個遊戲到了... 一個階段... 那接下來第二個就是... 比如說今天獎勵能換的傳承結晶啦... 或是一個... 呃... 關卡的部分...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也是一個地方啦... 所以我會覺得... 嗯... 3000萬的部分... 其實算是一個... 可接受的地方... 如果你們真的打不完的話... 你們真的打不完的話... 哇塞... 你們都覺得9... 你們都覺得6000萬打完很輕鬆... 我跟你說來... 我跟你說太天真了... 不是我就說... 我就說吧... 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說過啊... 你看我們... 我們這邊玩FGO的玩家... 都是認真玩家... 不是一般玩家... 那我跟你們講... 就像是那天烤肉的時候... 我先講... 純烤肉... 純聊天... 沒有任何發生其他的事情啊... 反正就是... 反正在回程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就是... 也是有一個coser嘛... 就在聊天... 然後... 就剛好也問他說... 欸... 在聊這個打活動... 他就說... 欸...他的目標很簡單啊... 他的目標是什麼呢... 他的目標就是... 我今天欸... 只要換到了... 狗哥... 欸... 他說誰... 呃... 狂狗... 然後... 福爾摩斯... 對... 他就說... 欸... 我的目標是... 狂狗、福爾摩斯啊... 狗哥系列... 這5個巧克力換到... 啊... 我就不玩了... 啊... 我就不玩了... 所以... 簡單來講... 他就是隨便打一打... 他打到了幾顆的那個... 那個巧克力... 他就去換了福爾摩斯跟... 狂狗的... 的那個... 的那個... 巧克力啊... 他就... 他就不玩了... 欸... 他就不打了... 他就結束了... 他就不打了... 我跟你講... 各位... 你知道嗎... 這種的FGO玩家... 佔了絕大多數... 我不知道你們信還是不信... 但是... 我可以告訴你們... 我相信這種的FGO玩家... 佔了總FGO玩家人口一半以上... 我認真跟你們說... 真底... 你看... 像Neko他也覺得... 他Neko他也覺得... 他今天只要換到了... 凱薩跟艷厚的巧克力... 他就可以收工了... 哈... 他就... 他就可以收工了... 對... 告訴你... 絕大多數的玩家... 真的就是... 今天我換了兩三顆巧克力之後... 我換完我的巧克力之後... 我就收工了... 呃... 50%啦... 對啊... 我講... 啊... 對不起... 絕大多數太多... 我說50%啦... 對... 我剛剛講50%嘛... 對... 50%... 嗯... 尼路啊... 然後啊... 那有可能還會換那個... 爺爺啦... 對... 爺爺啦... 那個... 其實... 這個我覺得也不能算雲玩家耶... 應該說... 我覺得這個不叫雲玩家... 這就只是他不想玩那麼認真而已啊... 我真的... 他尼路啦... 尼路... 他也會換成尼路的啦... 我是覺得... 這個... 這個... 這個就真的也不算雲玩家... 這就只是... 就只是... 對游... 對遊戲... 他願意在遊戲上面... 付出的時間... 而已... 對... 那... 坦白講啦... 就... 你看我去年其實我也沒打完啦... 去年我的... 我的情人節... 也沒有打完啦... 你看我現在是5200萬... 而且... 呃... 5200萬... 老實講啦... 還是因為我今天... 可能需要開台啦... 想要農素材啦... 不會啊... 我覺得不會被... 我覺得很正常啊... 我覺得這個關卡很合理啊... 你看... 你看AJ上次自己都說他也... 他也... 他也... 他也懶得打啦... 對啊... 其實... 其實我自己... 我看我自己有的時候也都很難打... 我到後來... 我... 我... 我後來... 有的時候就是盡量金狗之類... 我都會把他換完... 可是其他剩下我都算啦... 我也沒有換完啦... 我看我那個關掉沒有... 我記得我上次有一個活動我也沒換完... 哦... 已經關掉來不及了... 對啊... 我記得我之前有一個活動也是... 盡量金狗我換完... 可是素材... 素材我也... 我有的時候太多我就不換了... 像比如說... 嗯... 這次我會換啦... 因為反正巧克力都要打滿嘛... 那... 像比如說... 像比如說這種什麼... 大騎士勳章啦... 我賣已經463個了... 那... 基本上... 我如果有順手打到我會換完... 那如果今天我真的還要特地再花時間... 就是... 再把他去打完的話... 其實我就算了... 真的這480個我就算了... 因為我自己真的手上剩很多啦... 所以我覺得... 大多數的玩家就是這個樣子... 對... 我也覺得... 我相信... 會看我頻道的人... 或者是很認真玩遊戲的人... 大家都會覺得說... 啊... 會比較... 會比較想認真把這個... 遊戲打完... 是沒錯啦... 對... 可是... 就... 打時間問題啦... 嗯... 可是日版說實在... 我現在也漸漸不見得都會刷到乾淨喔... 嗯... 真的太忙的時候沒有辦法... 呃... 因為到後來其實有時候你真的時間... 呃... 會... 會比較... 不夠啦... 就... 就看... 就看你們自己時間不夠... 就自己享受就好... 所以有時候你真的不要覺得說... 我... 我之前其實是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嘖... 嘛... 就是... 好啦... 這樣講應該也不能講就是... 我... 我其實希望的是... 認真玩遊戲的玩家... 是希望... 可以... 去... 理解... 很多... 休閒玩家的心態... 對... 我... 我... 我真的會希望這樣... 對... 呃... 這個其實也是一部分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很多玩FGO的玩家其實... 玩得很認真... 那... 有些玩家也很希望藉由FGO去交朋友... 可是... 我先講我真的看過例子就是... 我也知道這些例子就是... 當... 當他們想要再試圖用FGO當朋友的時候... 可是他們對FGO的理解問題... 其實... 有的時候反而會讓... 嘖... 其他跟你在玩FGO的玩家... 會造成你們之間的隔閡... 就是... 你今天... 啊...你是很開心的想要去說... 欸...你也在玩這個遊戲喔... 然後結果你一聊... 結果你發現對方... 欸... 這個遊戲怎麼完成這樣... 啊...你反而會覺得說... 哇塞... 你為什麼這個遊戲完成這樣子... 對不對... 你這個遊戲... 你這個遊戲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玩這樣... 然後反而就是說...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 你跟別人... 別人相處的機會... 然後... 你反而就是說... 就是... 不要太去在意別人... 怎麼玩... 這... 這是真的... 你不要太去在意別人怎麼玩... 就是... 呃... 其實... 不只FGO啦...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子... 對啊... 就是... 你們就會覺得... 會太過於... 干涉... 不要太過於... 干涉對方的玩法... 真的是人家怎麼玩就... 就... 怎麼玩啦... 這... 這是真的... 對啊... 像我其實... 我以前也會啦... 以前我也會覺得說... 喔... 就是... 嗯... 就好像講更白臉... 因為我自己... 也算是ACG嘛... 就是... 很喜歡... 就是... 白圈的人嘛... 對... 講白臉就是... 我也很宅... 那... 我自己也很知道... 因為我也知道... 很多這些朋友... 就是... 你會覺得說... 今天我跟你... 聊一個作品... 就是為什麼我一定要... 那麼認真... 去... 了解... 因為以前... 我跟Neko聊天有時候... 我們也會聊到這些東西... 有時候就會只會遇到說... 喔... 就會覺得說... 好啦... 今天就是... 大家說... 我很喜歡看進擊的巨人... 比如說這個樣子... 那... 那... 他就是跟你說... 他覺得進一句話... 開始分析很多東西... 可是... 我真的只是想跟你聊進一句話... 很好看... 我真的其實沒有想聊那麼深... 對... 這... 只是一個話題... 對... 你們要理解就是... 啊... 就是要把... 你們要把... 呃... 好... 這可能... 算是有點離題啦... 就是... 這個可能... 其實我也是希望說... 我也很希望說... 大家... 在這個圈子裡面的人... 就是... 可以藉由這個東西... 交到更多的朋友... 那... 去跟大家更多好好的相處... 但是我也知道... 這個圈子的很多人... 就是... 真的會很認真... 那...其實這個部分... 真的很... 不好... 真的... 我... 我很不希望看到你們這樣... 因為... 就是有些人... 其實他出發點是好的... 他不能理解... 放下這個部分啦... 就希望可以放下這個部分... 就是... 這只是一個話題... 有時候... 人家跟你聊... 有的時候人家跟你聊這個東西... 我只是想用這個東西... 製造一個... 我們之間的橋樑... 就是... 橋樑有很多種... 這只是我們橋樑... 我今天沒有... 我跟... 不見得有跟你要... 真正的東西... 談到很深很細... 但是... 我們就只是... 一個... 一個橋樑... 就讓我們之間... 可以有一些共同的話題... 就講白臉就好像... 我跟Necho之間... 也不是什麼作品... 像... 他會看很多的美劇... 他可以跟我聊... 對... 我也會問... 那我可能不見得有看... 但是一樣我們也可以聊... 那... 我也會看過很多作品... 那... 我也不會一開始抓著他... 就跟他說... 我覺得這個作品裡面怎麼怎麼樣... 那就可以用一些很比較... 比較...譴責的方式啦... 對... 所以我才會講說... 就是... 就是... 玩家部分... 你看嘛... 我先不講別的... 你看... 剛剛... 剛剛我說... 啊... 這個活動沒打完... 其實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一些... 觀眾就會說... 啊... 就是...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打完... 沒打完就很暈... 那... 甚至也有觀眾說... 就覺得說... 欸... 你看... 我剛剛有看一個留言... 我沒確定... 我沒確定是誰講的啦... 就是... 沒有關係... 我沒有要... 我沒有要去... 要去怎樣的意思... 我就說... 他就覺得說... 啊... 他有看過關說... 啊... DA是FGO的公眾人物... 就是希望我以身作則... 好啦... 我們勉強算好啦... 雖然我覺得可能沒有那麼了不起... 但是我覺得... 好嘛... 我們勉強算嘛... 但我就覺得說... 可是... 可是為什麼... 把活動打完才叫以身作則呢? 你知道這個... 這個我的意思是這樣嗎? 就是... 為... 就是... 為什麼我要把... 活動的FGO打完... 就是活動都換完... 那... 這件事情... 才叫是正確的... 才叫是... 才能... 才算是以身作則... 你... 你...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不是... 我覺得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在釣魚... 我覺得... 那句話其實也沒有在釣魚... 我覺得... 有些人是真的會這樣想... 而且... 說真的... 這些... 這些部分其實... 我也... 沒有...他也沒有兇啦... 我跟你講... 他也沒有兇... 所以我也沒有說要怎麼樣... 對...我覺得... 他也沒有兇... 我覺得他講的方式還OK啦... 我覺得可以理解... 但是... 因為我也... 我也... 我也會收到很多的訊息... 就是... 就是... 我也常常會收到很多私訊啦... 就會跟大家覺得說... 欸... 就是... 爹啊... 我覺得你們今天做FGO... 所以... 應該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欸... 說到這個...對不對... 我剛好還可以幫我們家老婆... 推廣一下... 這禮拜一支影片... 就是... 其實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 這個其實就有點像說... 像... 當時一些YouTuber啦... 或是一些政治人物啦... 或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就是... 為什麼有所謂的... 應該... 對對對... 就說應該... 這是沒有應該的部分... 那當然我也會盡量想把它玩完... 那... 我會希望... 盡量玩完的原因是因為... 當然一方面也是... 喔... 我今天玩完... 我跟你們講... 其實才有說服力嘛... 對不對... 我相信大家今天... 喔...我今天講... 大家願意看我直播對不對... 現在兩千多個人... 願意看我直播... 那... 今天大家願意看我影片... 一部分... 我相信一定也是因為說... 喔... 因為今天我玩這個遊戲... 那我講的東西... 我相信你們也覺得有道理... 那... 你們看我講的一些東西... 啊... 可能一開始有人覺得說... 啊... 好像敵人在畫唬爛啦... 敵人在講...講的不對... 可是... 可是久了之後你們會覺得... 欸...好像... 有些東西是有它的道理在... 所以你們... 啊... 就會慢慢去看說... 欸...覺得我是對的... 那... 那我也希望... 呃... 我做的部分是說... 欸...我今天... 是有說服力的... 而不是... 我今天...欸... 我什麼都沒打... 我就跟你們說... 幹...我FG又大牢啊... 對不對... 我今天FG又大牢... 可是我活動都不打... 那...這樣也沒有說服力啦... 這...這... 說穿的就是這個樣子... 對啊... 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因為我是希望說... 啊...我至少... 可以說... 啊...我今天可以跟你們說... 怎麼樣的情況下... 我可以把這個... 活動打完... 那怎麼樣的情況下... 我可以打完... 所以我會跟你們說... 欸...我用我的方式打... 那我會跟你們說... 你看...我現在... 5200萬... 我就會跟你們說... 欸...我是不是可以打完... 可以嘛...對不對... 我就可以跟你們說... 我今天剩多少部分... 欸...是不是就覺得... 好像合理... 就覺得這樣的時間... 其實就是可以... 實況影片等於參考情報... 對啦... 這個...這個... 這個當然啦... 未來是怎麼都沒說服力... 哇操...你怎麼不去假賽... 我也很想有說服力啊... 可是那個不是我的問題... 呵呵呵呵... 以後朋友怕活動不夠... 拉迪賽也可以拉到10點... 不是啦...我也是... 不是... 欸... 你們講得好像我今天... 因為都沒有話題... 所以我一直在旁邊拉迪賽好嗎... 是不是... 只是... 只是...我真的... 我真的就是... 呃... 好...沒事... 啊... 不過我覺得啦... 我自己玩遊戲大概就是... 八九十趴的... 我大概是覺得... 我大概是九... 八九十趴的那個... 那個...那個人數啦... 就是如果用所謂的PR值來講... 大概八十到九十啦... 我... 我絕對不會是頂尖的玩家啦... 你說像跟... 呃... 像跟懶貓比啦... 或者是跟很多... 真的刷很多箱... 半十五的大老比啊... 我... 這個我可以相信我真的是比不上... 我先不講別的啊... 你看懶貓光可以把力第一次十五... 這個東西我就真的做不到了... 你看我現在... 但是我就這樣嘛... 我日版現在只有... 呃... 只有拿幾隻... 半十... 啊... 我日版現在半十就是... 賴光、孔明、阿拉石、斯巴達克斯... 我連術師醬都還沒有把它拼滿耶... 對啊... 我就說... 就說這個東西我就... 我老實講... 我就真的沒有練啦... 可是我會覺得說... 啊... 我可以盡量給大家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玩得輕鬆啊... 玩得簡單... 玩得清閒... 不要佔據你太多時間... 可是... 又可以盡量把... 遊戲類的東西拿好... 那你大概要做到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阿東哥也是很厲害... 對... 東哥也是很厲害... 對... 東哥... 我也非常的佩服他... 對... 只是東哥的參考價值就比較低啦... 呵呵呵... 對... 東哥就是... 表演型... 因為他的角色真的練得都太滿了... 對... 然後FGO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寶具等級升上去你也不能往下降... 對... 所以你練滿了你就... 看不到... 其他的... 狀況了... 對啊... 阿肥哥也是很丟的啊... 這就是各種不同的概念... 所以... 演技的部分我覺得現在來講... 如果你已經有... 五千萬... 五千萬以上我覺得就穩了啦... 那... 四千萬以上的話... 大概你還需要花一天的時間... 稍微多打一點... 那... 如果是三千萬以下的玩家... 我其實建議就拼到三千萬就可以了... 我真的建議三千萬以下的玩家就拼到三千萬啦... 那... 不然就是你想辦法... 然後差不多就收工也是OK... 也是OK的... 也是OK的... 也是可以的... 對... 而且... 呃... 應該講有... 而且有的玩家來講可能真的沒有辦法那麼快的速刷... 那就真的就會拖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 我們的打十場可能比如說半小時... 可是對他來講打十場可能得花一個小時到一個... 半小時... 那這點其實就很辛苦... 因為... 我前幾天也看到了一區... 有看到人家一個留言啦... 我忘記在哪裡看到的... 是PT嗎? 他就說... 有個人就... 丟類似劍檢圖之類的... 就說欸我要怎麼玩... 然後... 有個觀眾就... 有個人就回他說... 欸... 我建議你啊... 你現在啊... 這個階段是... 最能體驗FGO... 呃... 遊戲性的時刻了... 等你以後抽到孔明... 抽到術師醬... 啊... 你就再也體驗不到FGO的遊戲性了... 對... 大概... 我覺得幹... 好有道理啊... 對不對... 新手時期... 是你最可以體驗到FGO遊戲性的時候了... 你打不過的時候... 開始想... 哎呀... 我開始要放嘲諷角上來坦... 欸... 這個時候我是不是要放某個技能... 欸... 這個時候我是不是要開始準備回避了... 這個時候我是不是要開始閃敵人攻擊... 他會不會打我的誰呢... 然後... 等你... 然後你看DA現在只會幹嘛... 每天只會... 啊... 傻... 來... 我給你們看我現在是什麼隊伍在刷的... 來... 你們剛剛問我說為什麼我現在是... 我現在放的角色是傻巴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是這樣在刷的... 哪有什麼遊戲性啊... 對不對... 你能塗滿三張寶石翁... 有你個屁股... 我連加攻擊都不用放了啦... 我連加攻擊都不需要... 我連不需要孔梅我都不用啦... 我這樣上來我蹦蹦蹦三回就結束啦... 貓達比換孔梅上來按四個... 按四個鈕還更快呢... 對不對... 何必呢... 啊...這個遊戲到後來根本就已經完全沒有什麼... 遊戲性可言啦... 這只是... 不斷在作業的事情而已啊... 啊...這個... 到遊戲後來就沒有了... 所以... 所以... 這遊戲真好玩... 呵呵呵... 這遊戲真好玩... 真好玩... 讚... 可是早期那個玩家哪有什麼... 就是...早期啦... 沒有什麼雪逼狂狗這些... 呃... 這些部分而已啦... 對啊... 你還沒刷完... 你看啊... 我就跟你講... 你看我差還差什麼... 你看我現在就差蜂蜜啦... 然後... 我這邊... 呃...我這個大概不換了啦... 379還很多... 我大概就先不換了... 這個我蜂蜜... 這兩個... 這三個... 這四個我都會換完... 然後...這個糖果我也就先算了... 就先放棄了... 先把它換完這樣子... 就...就...就自己算數量啦... 聽清楚啦... 這是個抽卡遊戲... 不過...我以前就跟你們講過啦... FGO的課長體驗... 就是... 有花錢跟沒花錢的體驗... 不是在... 推主線... 跟不是在打高難度... 跟不是在過關... 是在周回... 不過這也是好事啦... 這也是FGO的一個好事... 就是... 在關卡推關主線上來講... 其實真的沒有差距太大... 真的沒有差距太大... 反正你主線打完也不過就是個二三十關... 說實在話你慢慢打... 慢慢用計測打跟你... 用3T打完其實也沒有差多少... 那真的到後面差別... 真的只在周回... 真的只在周回... 所以... 我才會說... 對於... 農不多的玩家... 對於... 休閒型的玩家來講... FGO真的很棒... 因為... 它不會讓你覺得... 你們跟我的... 體驗差距太大... 那... 說穿了... 周回更差距最明顯的... 也只有刷箱... 啊你一年就兩次刷箱... 你就一年就兩次刷箱... 也沒有差那麼多啦... 對於大部分的活動來講... 也沒有差距那麼大... 所以... 我一直覺得FGO... 它今天能賺那麼多... 能那麼厲害... 是因為它真的沒有讓課長... 跟那個... 一般玩家的... 差距差距那麼大... 對不對... 像我們最近在演那個什麼... 差與遠征對不對... 你老實咧... 每一次都要吃來吃去... 塗來塗去... 沒抽到的時候... 就只能吃土了... 每次都想說... 不行... 我要抽到... 我要突破... 我要疊那個角色... 不然我角色會卡等... 嗯... 呵呵呵呵... 對啊... 就這個東西... 角色一直卡等... 我又...我又抽不到... 我又抽不到死靈... 我的女妖又卡100級... 我又上不去了... 沒有... 我沒有接工商... 我想接... 拜託來給我接... 呵呵呵... 唉... 有課不歐會不會有用嗎... 嗯... 要看遊戲類型啦... FGO這種沒有用... 嚴格講FGO有課不歐沒用... 但是像那種... 重複抽角色往上疊的... 有課就算不太歐... 也有用... 唉...也有用... 嗯... 這真的是遊戲設計本身啦... 呵呵... Neko表示也想接... 其實這個遊戲還是不錯玩啦... 呵呵... 對啊... 公主連結喔... 公主連結就... 嘛... 我沒有玩所以不好說... 對... 差與遠真喔... 欸... 不過你不要說喔... 我認真講喔... 差與遠真其實在歐美的... 的... 的... 那個收入好像很高耶... 好像非常高... 非常高... 對... 非常高... 非常高... 嗯...我記得很高... 他應該是歐美的吧... 他... 他的收入很高喔... 你們不要瞧不起他喔... 他其實收入很高喔... 喔... 紅文那個... 我知道啦... 那個事情... 就...我知道啦... 早... 早期就這樣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啦... 就我知道早...早期... 我說C湖不好... 我說哪個角色不好... 然後... 我知道很多人那時候覺得... 幹爹你在講屁話... 可是... 就講白一點啦... 就時間... 時間... 就時間還是... 大家... 嗯... 就是說... 反正時間久了... 大家也就知道是... 是怎麼樣的... 大家也就知道說... 啊... 其實有時候... 就真的你們會理解到... 為什麼我當時會這樣講... 你們就會真的明白... 我相信現在大家還在看我台... 你們也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當時... 強烈不推薦C湖開局... 你們現在也都知道了... 那為什麼我會強烈... 當時其實覺得... 那個... 船長沒有那麼好用... 你們也會知道... 為什麼我當時... 不會那麼推薦船長... 那當然現在... 船長好朋友... 那是一回事... 所以我一直講的就是... 當時那個狀況... 對新手來講... 就真的沒有必要去... 那... 如果到現在來講的話... 你真的想要玩藍卡隊... 我就會建議你一定要帶C湖... 因為沒人放啊... C湖就沒人放啊... 我這樣啦... 沒有啦... C湖就是一個... 你不玩藍卡隊... 真的用不到的角色... 然後再加上他技能不練高的情況之下 也沒有那麼好用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真的是你後期慢慢再往上練 你需要的時候再說 那個真的是再說啦 而且我就講啊 而且我今天就很喜歡講一句話就是 遊戲要的是初期體驗 對 你如果今天抽了一個角色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角色是在你遊戲完五個月之後 告訴你說哇靠這個角色超幹爆強 我跟你講你這個遊戲五個月後有這個角色你就躺著打 不是啊 可是你要讓他增過前五個月那才是重點啊 你知道一個手遊的關鍵不是在於你之後多強 而是你要想辦法讓這個玩家前期你一定要讓他遊戲體驗良好 對不對 你看那個什麼機器人大戰滴滴 我期待了半年的垃圾遊戲 我現在開始玩我玩兩個小時我就把這遊戲關掉了 這就是一個遊戲初期體驗簡直痛苦到爆炸了 不管今天他到後面會多好玩 不管今天某個角色後面會多強 我真的不能接受 這真的初期 真的 尤其現在手遊又很多 你他媽今天不玩FGO你還有一堆狗屁遊戲可以玩 對不對 每個禮拜GoogleApple Store都會上多少遊戲 對不對 每個禮拜Apple Store上的遊戲是四五個五六個在跳 你有多少遊戲可以玩 你早期不讓人家進坑 根本不能讓人家後面玩的痛苦啊 對不對 什麼機器人大戰滴滴氣死人 對啊 對 之後技衣你看 不是啊 這就是之後技衣不是有保衛提升 那就是之後啊 真的就是之後啊 C狐要關辦理裝嗎 呃 理論上C狐辦辦理裝是很好的 對 但我沒有 我沒有弄起來 但是 FGO是很特別的情況 我就講 FGO是沒有任何一個遊戲可以複製的特點 FGO初期是垃圾到一個極限的遊戲 就跟你講 全世界以上 我跟你講 全世界大概不會有第二個FGO了啦 遊戲性又垃圾 然後 初期體驗又垃圾 系統又垃圾 然後可以賣這麼好 然後辦活動 然後一堆人玩 不會 你看 說真的 不太會有 不太會有 第二個FGO這樣的遊戲的 你相信我 不會 這麼垃圾的遊戲不會 啊 這麼垃圾的遊戲會 但是這麼垃圾又這麼紅的遊戲不會 我是在誇他還是 呃 我不知道 我是應該在誇他吧 我應該是在誇他啦 呃 我應該是在誇他 我很佩服他 我很佩服他 對啊 我跟你啊 我跟你講 就像很多東西 很爛的東西 他只要還是能賣錢 就很佩服他 我再稍微 讓我離個題一下 好不好 就好像這兩天不是有個新聞嗎 是在講那個 中央大學 要邀請那個 要邀請小玉去 演講的事情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中央大學的啦 我有玩魔物獵人嗎 沒有 因為我動作遊戲很爛 我當年玩那個魔物獵人 被恐暴龍打的 不要不要 我就很生氣 就不想玩了 對 因為我其實不是很擅長玩那種 就是動作 我很喜歡看刀就被打死了 對 你們應該知道就是 前幾天不是有中央大學 要邀那個小玉去演講這件事情嗎 我就 我就只是想 我就只是想 想 就是 就是 但是有一點就在笑說 那 當然 我們先 我們先不 我們先不提有沒有人會去 還是怎麼樣 對 我就覺得說 那 可能很多人喜歡他 很多人不喜歡他 但是 再怎麼樣 你也會 你也必須要佩服說 啊 他今天 就是 有本事 啊 他今天就是有本事 在今天中央大學請他 當然 雖然你們要不要去 你們喜不喜歡他是另當 另外一回事 對 但是他今天真的有辦法 去 他 那個還是他有他的本事 所以 就這件事來講 我很佩服他 欸 我就先講 我 我一定會很佩服他 因為今天 畢竟他今天就是 收藥收入有收入 要流量有流量 那 你要講 呃 YouTuber的成功 那我們就講嘛 你們今天要看 你們今天一個YouTuber的 以 我們一般講 以YouTuber的定義成功 就是訂閱數跟 觀看量 講更難聽一點就是 你今天 就算你影片做的多好看 做的又再怎麼樣 可是你今天沒有訂閱數 沒有觀看數 那 你在YouTuber這個上面來講 你就不能說 我覺得就不能說 你有達到你心中的目標啦 啊 除非你的目標就是 啊 我只想做好影片 I don't fucking care 觀看數 I don't fucking care 訂閱數 那都不是我的重點 那當然我就 我就另當別論 好不好 但是 就以 以 YouTuber這一塊來講 就真的很 很沒要命 就是 人家就是看這一塊啊 人家就是要看這一塊 這個真的 真的沒有辦法 為啥不是九妹 我不知道 這你要問中央大學 我說真的 就是 為什麼請他 你得要問中央大學 對 你可以不要去看 你可以不要去聽他的演講 這是你的自由 對 可是 可是 今天人家有辦法 今天他要做到他的數字 有辦法做到他想要大家的東西 那 這是他的 的 方式 當然 我也承認我不會去看 因為我也看過 我也 我也覺得 這什麼東西 對 我就想 真的 我就覺得 哦 好 然後就關掉了 對啊 這是 這個真的是每個人 每個人的 的 的部分 對 這不是你的客群 啊 啊 就像很多人 很多人點進來看我 如果今天假設一個人不玩FGO的遊戲 啊 他今天 開我的頻道 他也會覺得 蛤 這人在幹嘛 啊 就是講一些玩一個很奇怪的遊戲 點來點去 人就走來走去 啊 就沒啦 對啊 就沒啦 對啊 我不知道啦 你們 你們不要討論說 為什麼今天要找誰 為什麼要找誰 這個 這個是中央大學 自己 自己 自己的 這個中央大學的部分 對 這個沒有人會知道 這也不會有人知道 就 這種東西就真的是這樣而已啊 今天FGO呢 有啊 我剛剛 我剛剛有一大串FGO 你們沒聽到嗎 好啦 我們先趕快一邊進 未來的從者 反正 我覺得我等一下一定會 拉哩拉哒 不想講到別的東西 然後又還是會進來 等一下哦 我稍微 斷一下 我們接下來講一下之後的 從者部分好了 等一下 我要先斷一下 哦 這個 這個 他設計要那個切開 真的比較討厭 欸 等一下 我是跑劇情跑到一半 哦 Shit 呵呵呵 等一下哦 等一下哦 唉 等一下 我先 我先skip掉好了 好 插進來 沒有沒有 我不是偷跑 我在跑木間啦 我在跑木間啦 氣死了 我是在跑木間故事好嗎 不然你看我體力條都是滿的 對不對 對 體力條滿的又要輸我運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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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我之前還看到有人在說 呃 這個 這個其實可能有點 算了算了 再不要提了 趁 等一下又要站了 因為我算了 跟我沒有關係 但是 但是就 好 那個 我體力條反正都是滿的也沒差 對,AP警察,有人大概知道我想講什麼AP警察 呃,寶解季節其實我上禮拜講過了,我大概這次就不會特別提了 其實我上禮拜就已經提過了 呃,下雨大人怎麼像喝了路邊的綠豆湯 哇操,下雨很生氣耶,什麼叫喝路邊的綠豆湯你幹什麼 他長得很像綠豆湯嗎?呃... 幹,被你一講還真的有點像綠豆湯耶 哇操,超有點生氣 好像,好像,好像他真的還有點像綠豆湯耶,氣死了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吧,反正我就要入手順序排嘛 那我們就開始從這邊開始往後看,看看有些什麼樣的角色吧 啊,我先講啊,還是你們有可能不小心會被劇透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很不想知道這遊戲將來有哪些角色不要看啊 可是我覺得現在會留在這邊的人應該不是很care了啦 呵呵,比較像綠豆糕,哇操,笑以被你們氣死 好啦,那目前來講我們繁中版的進度剛好到這一位嘛,對不對? 啊,女帝,那女帝的部分就不多說了 反正大家現在有用過,也用過也是ok 我自己就是覺得他是唯一能夠自衝的五星全體殺 那能夠自衝就一定有他的工作量 那衝30嘛,講白眼就是一個圖滿寶石龍 加上孔梅剛好打兩波的一個角色 那然後加上一個前面那又是紅卡不用管MP回收,不用管敵人的數量 所以基本上30MP就是一個搭配孔梅自己打兩波的一套 所以喜歡的話我覺得還是可以用 那他的問題就很簡單,還是老套 殺職的火力不高,你要嘛就是抽個高寶具 那他將來有寶解,寶解之後傷害也還不錯 所以就是一個要的話ok 可是如果論單體性能來講,艷厚是在他之上的 好,接下來這兩位都不是 很乃我上禮拜就講過了 很有趣的單體弓 那因為紅卡單體弓去掉五星之外 那基本上就是 呃就必須要就是發育前或者是莫莉雅蒂 那這兩隻 呃... 發育前接下來還有沒有單獨PU,我有點忘了 那莫莉雅蒂的話 莫莉雅蒂的話 沒有那麼好用啦老實講 對,所以看你要不要用 呃...我沒練,對啊我沒練啊 因為老實講練,要用他的話我基本上就是用 我就是用莫莉雅,就是用教授啊 用他我就是用教授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單體紅,呃...單體紅卡弓的話 我要單體紅卡弓我就是用教授 就不會用到他了 呃...瑪斯是更後來的,所以那就不算 海盜...海...對,可是海盜是限定價,我通常都會忘記 而且,海盜我通常都會記成是那個綠卡 綠卡 對,可以用倉庫耶 沒有,我認真講我忘記可以用圖鑑了 沒關係啦,就這樣看,看我一個個入手日期多舒服 呃...然後,兩儀式的話我上禮拜講過嘛 他也是有的,那接下來如果你們要抽他最大的原因 就是為了他的這個兔耳朵,欸這個超可愛的兔耳朵 就在未來會有機會加兔耳朵 所以如果你們很喜歡的話,就是這個部分了,對 那,戰力考量的話當然也不錯啦 他的...他後來有寶解 那上禮拜大家也有跟我講說他有寶解 所以也是可以的 後來有沒有單PU我是有點忘了 印象好像是沒有 所以如果你們很喜歡兔子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Saber Wars復刻 那Saber Wars復刻部分最好的話就是抽個迷之女主角 Heroin X 但是迷之女主角Heroin X 基本上如果你有傑克的話 這隻角色我是覺得不需要的啦 對,不需要的 雖然他很可愛 欸...雖然他真的還蠻可愛的 那...但是技能組基本上... 呃...太微妙 沒有什麼...好的...增傷 他沒有什麼優良的增傷 他唯一的增傷叫做銀河流星劍 然後他的銀河流星劍基本上就是一個 你打Saber的時候你也不會特別想拍他上去的概念 然後這個正極支援砲擊XEXEX 對,這個長到不行的垃圾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命中率好像沒有提高 還是50%吧 雖然有降防但是... 保命啦...什麼...各方面來講 都...不是太好用的角色 所以... 嗯...大致上不會特別拿來用的角色啦 對... 嗯... 好...那觀眾有幫我補充 劍士就是短時間最後一次 接下來要等兩年 好...謝謝謝謝 嗯哼... 欸...有寶解也算...沒有... 我的增傷是講技能面的 對...技能面算增傷 寶解這個東西...我覺得不算增傷啦 對... 嗯... 又沒練... 幹...我就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可以上場 有啊...有啊...什麼我沒練 他的Saber之星我練到4欸 他的銀河利用性我練到2 幹...什麼叫沒練 可以嗎?11才叫沒練 142就有練了好不好 氣死我...氣死我... 不過招式很帥是真的沒錯啦 好... 然後接下來會進入到第二部的一些角色 那大家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 那...第二部的話首先是這位四星的... 這個...阿塔蘭塔 這個...阿塔蘭塔的狂戰士版本 欸...歐魯塔 那這隻角色他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地方 對...我知道我沒練 但是我沒有關係 他的二技...哈... 超越阿爾卡迪亞對不對 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說超越阿爾卡迪亞 沒有...幹... 這是一個全體綠魔法 這招非常的好 可是我告訴你為什麼我沒有練 因為...我有練他的... 在哪裡啊... 嗯...啊這個 因為他基本上他的二技跟這個... 跟這個...公阿塔喵喵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重點都是放在... 呃...他的一技跟他的二技 所以...當我練了他的一技之後 我練到九 基本上我就不會想要去練... 呃...這個... 這個...這個...他的二技了 但是如果你們手上沒有阿塔喵喵的情況之下 那...我個人覺得他的二技還是值得練的啦 因為他是... 他是... 全部的...這個...叫做什麼來的 他是全部的這個... 全體綠魔法 欸...他是這個全體綠魔法 那這隻角色基本上... 我好像也沒什麼傷到傷吧 對...我有練原版的 在吃雞版 如果你沒有原版的話 然後你又缺了一隻... 單體拔殺卡 其實你也是可以把他... 拿上來玩玩看啦 對不對...你看再加上他這邊還有畫一個... 呃...呃... 我是說... 科硬! 啊! 科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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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這隻我覺得就這樣啦 那你要戰力來講的話 他也不算是... 特別能夠單打獨鬥的巴薩卡 因為...他的...他的迴避就只有三技而已的一回合 那其他也沒有什麼太多的保命... 保命的效果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 嗯...對... 大致上來講啦 然後接下來是這隻... 啊... 黃女安娜塔西亞 看到沒有 880是不是 一個頂尖的練度 好 我忘記我後來為什麼沒練 大概我沒錢 我應該是QP沒了 那這隻角色 基本上數值就是一狗票的50NP角色 那... 數值的50NP 除了他之外 還有誰? 達文西也是50NP 然後... 樹尼路也是50NP 就不知道為什麼 數值很喜歡出50NP的角色啦 那他跟達文西比較類似 都是50NP的藍卡全體寶具 那但是他的段數比較多 達文西好像只有一段 但是他也沒有辦法連... 呃... 他可以連發 但是... 他的連發來講 沒有那麼容易 對... 他還是會卡一些 就是比如說 要換人啦 或者是... 要...那個叫什麼 要...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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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鞭吃啊 要希望... 計算一些的情況之下 才要... 呃... 才能夠達成連發啦 所以... 如果你們在考慮說 如果你們今天是為了 藍卡隊的連發來講的話 我覺得... 就... 不要太做優先的考慮 因為他的藍卡連發效率 沒有那麼高 呃... 對... 如果你真的想要 其實是可以啦 但相對來講 我就跟你們講嘛 第一個 他沒有寶解 他也沒有技能強化 所以基本上 嚴格講的話 寶具威力還是那個老樣子 如果寶具等級不夠高 你們打出來的傷害 還是會很喜歡 呃... 還是會顯得... 傷害很... 不漂亮 對... 對... 即便我今天寶三的情況之下 偶爾我還是覺得說 幹你為什麼還沒打死 這種感覺 但是他有陣地做成EX 所以 其實他的A卡的效率還算OK 嗯... 他技能的話 就是綁一套 對... 然後... 麻痺啦 他的二技倒是不錯 卡莉絲馬附帶加 降敵人全體攻擊力 然後 有無敵... 呃... 有那個... 無敵貫通 有A卡... A卡魔放 然後降敵人的弱體耐性 所以嚴格講他的E3技 可以搭配著一起用 對... 但還不錯啦 我覺得算可以用 欸... 雖然我這樣可以用是可以上戰場 喔... 怕你們誤會 對... 賣掉老怪... 沒有...今天是10點26 他可能有時候就看時間的問題 哼... 然後... 再來的話... 這個角色老實講 你看我的等於就知道我沒用過了 但我知道他的3技很特別啦 五花果好像是死掉之後 可以幫... 呃... 場上的所有人上無敵 但是... 我老實講這次我就真的沒用過了 呵呵呵呵... 我就真的... 這個... 這個... 完全沒... 你看... 這個我就不會跟你們說我有練了 啊...對不對... 你看... 我這個人還是很有自覺的 我就不會拿出一個等級的阿維戴龍 跟你們說 啊...這個角色我喜歡 讚... 好用... 對不對...不會不會... 啊...我沒有用過 所以... 你們可能得要去問一下 其他有在用的這個人 因為基本上... 呃...他理論上就是一個以3T來講 你根本不會用到的角色 以3T來講是不會用到的角色 所以... 但我知道他的特色是3技 他死掉的時候會幫隊友放無敵 然後... 還有什麼效果我忘記了 對...還有什麼效果我忘記了 但是... 這隻... 不錯啦... 就是他如果你需要花一些特殊打法 其實是蠻有趣的 但是就是... 以戰力上來講沒有那麼直接 啊...這隻反正你們到時候也是常駐 然後你們抽其他也會出來 然後這邊扣掉一些阿莉拉砸的 這個角色的話... 呃... 唉... 就我當時知道來講就是 Avenger、蘭卡、全體 他在某些特定情況下 好像可以做到簡單的衝浪 但是... 就是... 比他好的選擇很多啦 不過他很帥 欸...不過他很帥 他很帥 他靈機滿之後 滿破之後很帥 然後如果你們又喜歡那個... 跟... 莫札特在一起的話 真的也很帥 對... 嗯... 也很帥... 帥... 他可以一定程度上衝浪啦 但是問題是就能衝的話 就不會是首選 但是...很讚 以低級角色來講 模組也很漂亮 有那個小提琴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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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這一隻... 但是我先講喔 這一隻是巨型限定角 就是... 這一隻平常抽不出來 這一隻要在特定的 比如說直接卡池 或者是... 這種卡池 就是這種故事池才抽得出來 所以... 呃... 如果你們喜歡這一隻的話 那... 就你們必須要照到時候的大象卡池 雷蒂卡池去抽 那或者是比如說在... 直接的EX池啦 或是在特殊情況下才有辦法抽得到 對...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隻叫做大象 欸...雷蒂大象 我看我好友有沒有放啊 好友有沒有放雷蒂啦 我把他砍掉了啊 沒有啦 我就這麼一說 我不會砍人家好友的啦 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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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蒂...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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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那這個是雷蒂是2-1尾巴的卡12 這個角色 非常強 對 雖然後續會因為各種綠卡隊的 的提升然後各種藍卡隊的情況之下 我們純潤以紅卡隊的標準來看 跟以他的性能來看 雷蒂超強 雷蒂真的很強 我不開玩笑 我們來看他的一技是什麼 黃金綠三回合 加上自身解除弱體狀態 直接拆掉自己身上所有的弱體 強到不行 對 二技是什麼 每回合給星 八顆還是十顆 我忘了 然後那種 B卡性能 B魔放三回合 而且練滿CD5 等於你的 那個什麼 寶具 等於你的CD 你看他前面兩招的空窗期 都只有三回合 對就是CD5 然後空窗期都只有兩次而已 你看給星B紅卡魔放三回合 而且直接跟給星綁在一起 又不會浪費 然後三技什麼 自己無敵一回合 然後敵方全體攻擊力下降 還有什麼 直接解除敵方全體強化狀態耶 哇操 而且這個CD才6耶 這等於就跟天朝寶具 跟殺生怨一樣的效果耶 而且我有點忘記他的數據是多少 哦有人說是40% 哇40%就更猛了 一般人都是30%三回合 他40%三回合耶 哇 他這隻真的是數據 真的是強到不行 然後你看他的寶具 寶具威力提升 對不對 然後 再加一個 打完之後再加一個B卡耐性下降 就是這樣一套的 這隻真的強 這隻真的強 對 只是他沒有辦法做連發啦 或是一些效果 因為他是紅卡寶具的關係 但是 你實際讓他上場 你只要去打 就是你只要用他打 你就會發現這NP回收啦 火力啦 各種方面 真的有夠 有夠丟的 對啦 周回沒啥用 我知道 我知道了 你不要這個樣子 呵呵呵 欸 他也很帥 而且我跟你講 他的CV是黑 忘記他名字了 幹 呃 就是 黑田叢屎吧 就是那個 人中之龍 一馬哥的那個聲優 也是小剛的聲優 對 他的CV就是他 對啊 黑田叢屎啦 超帥 你看 你不覺得聽他的聲音 都好像看到唐島之龍嗎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 赫的聲音就很像那個 Kiryu Kazuma 你不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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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他的聲音 就是好像在聽那個 童聲大哥嗎 你不覺得 把這個聲音 放到人中之龍六裡面 也完全沒有違和嗎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童聲一馬就是 完全這個聲線 超好記的人 真的是 真的是人中屬父 你完全回不去了 這是 成唐島之龍 但是他仍然是一隻大象 哇 你他媽瞧不起大象啊 你他媽瞧不起大象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就跟人中之龍 我就知道你們一定很多人沒有玩過人中之龍 或者是沒有點開過那個小剛的語音 所以讓你們聽一下 是不是覺得一模一樣 是不是真的覺得一模一樣 不給你們開玩笑啊 那 接下來 雷蒂是 我有抽好嗎 雷蒂我抽了五單沒抽到 我就不想抽了 我很難過 算了 我不要了 嗯 怎麼好稀罕的 一隻大象 怎麼了不起 然後接下來會有這隻 阿基米德 對不起阿基里斯 呃 阿基里斯 我講一下喔 如果你要玩綠卡隊的話 這隻 丟到寶 但是前提是寶具也還是要高一點 嗯 那 當然不需要了 我這個真的是歪出來的啦 如果寶2 大概我覺得要寶2寶3啦 建議是寶2以上 那阿基里斯在未來 如果你們去看我有一些高難影片 就是 阿基里斯 欸 他配什麼 術師匠 帶黑聖杯 你他媽全職輾啊 你以為只他們輾樹職嗎 我告訴你 全職都輾啊 除了沙職可能輾不動之外 什麼都可以免 對不對 他還有什麼 自衝NP30 你看 101010 喔對不起 1610 因為2技用不太到 3技自衝NP10 1技又有什麼 綠魔 綠魔放效果3回合 你媽真的是抽到寶2寶3 然後你再加上那個兩隻術師匠 再加個圖滿黑聖杯 什麼都可以把它抽爆在一起 這隻真的丟 這隻真的丟 嗯 對 阿基里斯 我是不是講阿基米德 對 不過他是常駐啦 嗯 然後你們還要一直 還要再講到那個 那個 止まらない きぼの花 希望之花 嗯 喔他真的是 這隻是 這隻是真的很強啦 我知道我是阿基里斯啦 因為我很想 我等阿基米德等很久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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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套龍娘都在等他啦 嗯 這隻是真的很強啦 如果你們真的 想一些情況之下 是可以考慮 恩 阿基里斯是真的很強 伯爵是強在周回 欸伯爵是強在周回 那阿基米德啊 噗 幹 阿基里斯是在一些周回關還滿丟的 對 阿里亞是...就看有沒有要不要啦 我覺得不錯 然後這隻卡龍的話 呃...如果你們要玩花式的話 這隻一定要抽 這隻一定要抽 因為他的2、3技也是丟到爆 他的寶具什麼我都先不管 1技也不重要 他的2、3技丟到爆 他的2技就是 全體暴擊威力增加給星 什麼 直接打爆擊一套 3技是什麼 3色魔放阿對不對 我們酋長等了很久的3色魔放 終於在他身上 他就是一個表演給人花式過關的 就是3技跟...呃... 3技跟2技直接丟在你要的主攻手身上 根本就丟到不行 3色魔放阿 再加上這個... 再加上這個2技的這個爆擊 然後瞬間給星 哇 他...沒有 因為他3技是單人的 不是全體的 不是麒麟上位 對...你可以把他換下去阿 或者是你可以給他裝什麼東西 讓他被打死之類的阿 這隻...這隻就真的很強啦 對 而且我記得他的魔放倍率好像比... 比小金星高吧 我記得他的魔放倍率比小金星高 比較高的樣子 嗯... 30是不是 一樣喔 欸...一樣 好吧那應該是2技比較高 嗯... 對啊小金星...對啦他比比較高阿 小金星20他是30阿 而且主要是他可以幫人家打爆擊加可以...給...給星啦 所以... 所以你要單一的話這隻就真的很棒 嗯...主要是他還有2技的效果 然後我不吃血跟不吃等級 是因為...如果你們要他被打死的話 就...不要讓他血太多 對... 對...不要...沒有沒有 你可以讓他被打死阿 你可以讓他... 帶一個那個什麼...什麼... 看板娘裡狀 然後趕快巴雞巴雞被打死之類的阿 然後再來就是奇格了 好啦... 我知道你們都很討厭奇格啦 我沒有很討厭他啦 對...我...我...我其實沒有很討厭奇格啦 我說真的我沒有很討厭奇格 那...那這隻角色... 就我所知... 他可以做到數值衝浪 而且...要求也不高 那如果...你們需要一隻數值衝浪手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練 對...其實你們需要一隻... 數值的衝浪手 你們可以練...你們可以練 是真的可以練的角色 是真的算活動角裡面算強的 然後...可以練...可以用... 然後...可以配起來 對... 我不會很討厭我只是不練... 對... 哎呀你們很了解我嘛 呵呵呵呵... 對...我不討厭我只是沒練而已 呵呵呵呵... 沒什麼討厭我不練 沒有...我就講白一點阿 五星都快練不完 對...所以這個... 這個這個就... 看你們啦 如果你們...你們要衝浪的話可以練 對... 然後...再來的角色... 喔...這邊不算...這邊中間不算 我中間應該沒露角色啦 我記得中間我應該都有抽到 黑沖田 嘛... 我先講... 他其實也不錯 但是在黑沖田出來之後 沒多久就出了術師匠 所以... 他的... 就是他也是自衝30NP 然後加上萬能的下四期打手 的情況之下 後來...就被... 就有點被術師匠的其他角色壓 就是...他的主打的效果 就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被蓋過去了啦 他還是有他的優勢啦 比如說在古打古打活動兩倍傷害 還是很方便 那... 嗯...各種原因 然後降B卡耐性 然後...其實NP運轉也不差 但重點就只是說... 因為後來的一些角色 如果以性質向來講的話 因為之後... 等到... 術師匠出來之後 基本上... 不管是下四期 還是下三期的光炮 全部都會變成那個... 溫州到加拿大 還有... 都蕾 妮 西 尤 嘎 那 還有 阿薩 對... 他這隻角色本身還是很不錯 嗯... 但只是到後來就... 就會...性能上啦 我們就講性能 對... 那當然他本身很不錯 寶具也很好笑 嗯... 然後這隻角色很多人喜歡 嗯... 然後也是很多人給他吃杯的 然後因為他有那個... 展人就是人型特攻 威力也不錯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他跟龍馬搭的話... 可以...呃...可以練啦 嗯...我沒練 對...我還是老樣子 我還是沒練 對...對不起 對...基本上這些低星角色 說真的沒有對周回有太大幫助 我真的很少都可以...都有練的 這隻算是很多人會練啦 我想這隻愛練的人 大概也是因為他的...角色特性 對... 喔...他是限...還有一點 他是限定三星 他是限定的三星角 所以... 除非在當時的古達古豆活動以外 你抽不到 嘿...你抽不到他 我應該有保姆吧 又來了 又來了 這隻可以試試看 這隻是真的很強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對 然後這個就是... 後來日版又出了一隻單體騎 可是日版真的很喜歡給活動騎職耶 給了四隻耶 哇...單全單全的 那...這隻其實是要來補那個騎金石 就是騎金石拿不到 所以他就再給了這一隻 那...這隻基本上我就有活動會用啦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全體加...應該是10NP吧 我記得 然後...全體來模放 然後攻擊力 算是有點半輔助型的... 這個...單體騎角色 欸...單體騎半輔助的 很帥 那...能力值不差 但是就中規...他的能力就是半輔助 半中規中矩啦 沒有像騎金石那麼暴力那麼兇殘 對...騎金石就是暴力兇殘打到死 那這隻基本上就是一個... 等卡...輔助...加打手型的角色 嗯... 也沒有好用的單體騎還是可以用 但是因為騎金石實在太屌了 他的寶具可以降氣格 但是我記得不是必降啦 嗯...我記得他是雀綠降 他好像沒有必降的樣子 所以...會有點...會有點...不穩吧 但是這隻角色也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連發一些...連打的方式 喜歡的話可以用 嗯... 然後...再來... 好啦... 好啦...各位... 我們就到這個角色為止吧 毀天滅地術師匠 因為這樣差不多也就到明年四五月了 毀天滅地術師匠 好...這個不要講 你看我半死了 三技石 呃...狗是不是沒差 寶具等級1就好 好啦... 基本上... 這隻角色出現之後 這個遊戲就進入到了... 崩壞的時代 對...崩壞的時代 當你在綠卡的...配置齊了之後 這隻就讓整個FGO進入一個完全的新生代了 而且...而且... 而且日版到現在來講都還沒有復刻 真的一年...一年又...兩個月的情況之下沒有復刻 當初日版有料到嗎? 說真的...沒有 沒有... 第一時間沒有料到 第一時間真的... 沒有料到 這隻真的是...就是... 我是關冷氣不是開 這真的是到了一個... 這隻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要認真...我跟你講真的 如果你要認真玩FGO 我先講喔...你真的要認真玩FGO 就是...如果你很麻煩你休閒就算了 你要認真玩FGO 你真的很想要讓整個遊戲很輕鬆 然後...周回都不用考慮到太多的情況之下 這隻...我跟你講... 一定要抽 一定要抽 我很少會跟你們講哪隻角色一定要抽的 我都會跟你們說 啊...我有奇用啦...反正還有家的用 這隻真的是一定要抽 如果你真的要認真玩 然後...你真的打算好好周回的話 這隻一定要先抽起來 真的... 你...你不要覺得說喔... 我抽到他的時候 啊... 我當下啊...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綠卡打手啦 啊...我沒有寶石翁啦 我抽他幹什麼啦 不是啊... 你怎麼知道你以後會被抽到 對不對 你...你怎麼知道你以後會不會突然 某一次神...那個神器發作 對不對 你那個十抽五張寶石翁 或者是突然五隻阿薩就直接飽滿 就是...飽五之後 你只會後悔你當初為什麼沒抽 我告訴你 我相信 絕對有聊天室 後悔當初沒抽的 我相信一定有聊天室會覺得 啊...我當時我好像沒有綠卡衝浪手啦 我好像沒寶石翁啦 好像沒那麼必要啦 算了我不抽啦 然後結果之後抽到寶石翁 抽到綠卡衝浪手啦 然後結果現在才覺得 幹...早知道我就抽起來備用了啦 啊... 這種感覺 我跟你講一定會有這種人 對...一定會 一定會 所以我才會跟你說 要認真玩的拖阿 這隻真的是... 一定要... 把他...弄起來 然後... 對...他還有充50NP 就算你今天不是要拿綠卡充浪 他的50NP也可以當別的方式使用 對... 想辦法啊... 盡量啊... 啊對...拿破崙 因為拿破崙我後來才...才歪出來的 對... 不過我真的覺得... 這隻真的就是寶1就好了 不需要 呃...對...終究我漏掉 因為我沒有抽拿破崙妹持 好...你們講到了 好...我補完拿破崙跟這個就差不多了 而且FGO嚴格來講 那個... 阿薩尼有兩次的自選 所以至少應該可以寶2 對... 至少可以寶2 嗯... 希哥我沒有 所以沒辦法平 不好意思 然後... 拿破崙的話 我是後來出現的 拿破崙在哪裡啊 喔...拿破崙在這裡 好啦...你們看這個技能練度 就知道我還沒有上來過 呵呵呵呵呵呵呵 喔...好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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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知道什麼 他就突然寶2了 對...他就不知道為什麼寶2了 那... 因為這隻是我後來才... 你看日記就知道啦 我這隻是一直到去年... 12月才歪出來的阿 所以真的也沒什麼機會用到 這隻就是全攻擊項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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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有一點輔助效果啦 你看他等於有軍略 然後又有全體攻擊 然後自身攻擊 然後可以自己加NP 有無敵貫通 給星 然後寶具有神性特攻 防禦力無視 我覺得是可以用啦 不過他的自衝我忘記是多少了 30嗎 我有點忘了他自衝是多少 但是因為劍值太猛了 劍值 現階段的 三隻 其他三隻劍值全體... 攻值阿 三隻全體攻太猛了 就是伊斯塔 呃... 特斯拉 然後金閃 三隻都寶解 然後... 呃... 伊斯塔有特攻以外的最高傷害 然後... 呃... 特斯拉跟金閃都有大範圍特攻 所以相較下來講的話 其實... 拿破崙我覺得他的用途性來講 就沒有那麼高 對 就是如果你有其他幾隻啦 就... 沒有那麼大的情況下去用到 對 就沒有那麼大的情況下去用到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真的現在跟那三隻比 當然真的沒有辦法 比不上啦 但是他還是有他的優點 阿對不起我忘了還有阿中的阿 哈哈哈哈哈哈 阿中哪 喔... 好... 你好 然後... 女武神的話... 我女武神是後來很... 後來才歪出來的吧 女武神... 喔... 女武神在這裡 你看... 好像才保一保二吧 好... 保三了 女武神基本上就是雪山一二血一阿 女武神到後來的目的就很簡單阿 女武神的目的就到後來就是... 綠卡... 全體槍 他基本上就是... 跟雪山英... 走兩種不太一樣的類型 對... 他就是跟雪山英走兩... 兩種不一樣的類型 反正... 就... 二選一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 就二選一阿 他有三個CV嘛 很賺 你看 三個CV 多賺 可以選三套 還有羽工天 那這隻來講我真的覺得就是雪山英二選一阿 那我有在用雪山英所以我就沒有在用... 呃... 我就比較沒有在用女武神 所以你看他的技能練度也是非常的漂亮 對... 因為我是用雪山英比較習慣 所以我就... 沒有特別再用... 再用... 再用這一隻角色了 對... 那如果你沒有抽雪山英的話 你要用就用這一隻 反正這兩隻我記得我以前有比過啦 就是... 軍傷好像是這兩隻 這隻比較高 然後尾巴第三波是... 呃... 雪山英比較高 但也就差一萬的傷害而已 所以... 也沒有差距太大 對... 喔... 喔... 再來還有一個角色我沒有的 恩... 希格魯特 對吧 希格有沒有人放 希格有沒有人放 欸... 希格魯特 希格魯特 希格... 我跟希格魯特好像是攻擊力比較高的對不對 是往ATK來刷會比較快 阿有了 這個 希格魯特 欸... 欸... 基本上... 基本上... 希格魯特... 算強 欸... 你要我評的話我也覺得他算強 可是他也就是那種... 呃... 全套往攻擊上面點的那種角色 就是火力OK 那... 痾... 你要論其他面來講就是持久啦 他還是需要靠一些... 隊友的支援 對... 你看他的能力嘛 暴擊威力3 而且我記得他比率還蠻高的 然後... 紅魔放一回合 然後更性狀態 反正更性在這些角色基本上身上沒有什麼太大毛用 然後再來就是單體打心率提升跟弱體無效狀態 所以基本上我也覺得他就是一個往攻擊面點的角色啦 然後龍特攻...很丟 欸... 然後又有紅卡 單體 然後你要配梅菱也OK 對... 就... 我記得他爆擊威力很高 喔你百% 對嘛 我就記得他爆擊威力超高的 我就記得他爆爆擊威力是... 高...高到不行 對... 但是就是相對來講 你還是需要人家攻心啦 還要人家... 痾... 做一些幫忙啦 還要做一些幫忙 那我自己覺得就... 如果我有其他單體劍就還好了 如果你有武藏啦... 沖田啦... 架王啦... 你有單體劍就沒有... 非得要他不可 對... 那... 火力很高很漂亮 對... 就有他的優勢在 而且他是那個誰 對...他是社長 有沒有喜歡青眼白龍的可以抽一下 哈哈哈哈 應該是說喜歡海馬社長啦 對... 可是他的... 他的打心只有一回合啦 所以... 痾... 這個部分我覺得就... 除非... 除非你也不可能藏給 你還是要有人給他... 攻心 劍藍喔 嘖... 劍藍跟他一起上 好啦也行 也是可以 Blue Eyes White Dragon 呵呵 劍藍也是做壞的角色啊 劍藍也是全點... 全點攻擊面啊 對啊 好啦... 那大概差不多今天我覺得 就到這個地方吧 也差不多 哇塞... 我明明說今天沒有什麼東西好說的 為什麼還是到10點50分呢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 唉... 每次都說要劍藍給大家聊天 但我覺得其實聊天也在中間就聊完了 好啦 那就... 看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想法吧 嗯... 給大家三分鐘吧 三五分鐘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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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唱歌我差點忘了 阿比什麼時候抽到的 阿比阿比... 有啊... 在這裡 喔... 支援砲擊是80%... 有嗎? 支援砲擊有那麼高喔? 真的假的... 齁... 是不是我沒練滿的關係是不是 因為我知道那個... 九吞的... 九氣是60% 我知道九吞的那一招是60% 所以支援如果比... 那麼高我還蠻意外的耶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以為支援砲擊沒有那麼高 因為我總覺得我支援砲擊每次打下去 通通都是missmissmiss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九吞當回合啦 支援砲擊的問題 還是要到下一回合才能夠發動 這還是比較麻...麻煩的地方 對... 電影頭之指南沒那麼快 你放心 你放心 過一陣子吧 孔明建議抽FD... 呃...抽三藏吧 除非你很想要順便抽那個... 劍的那個...刷哥 除非你很想要... 抽那個劍刷哥 就是劍的迪爾木特 不然如果你沒有抽劍迪爾木特的話 我是覺得就... 早點抽吧 三藏副歌抽一抽就好了 狂傻評價還是不高嗎? 還行啦 還行 畢竟綠卡將來還是... 還是有工作 對 你問我有沒有問我怎麼會知道呢? 唉... 你以為我是... 你以為我是葉哥哥嗎? 阿... 阿... 我覺得帝王花比較丟 欸帝王花比較可愛 帝王花會搞喔 嗯... 對帝王花會搞喔 我要聽一下 帝王花會搞喔 我記得哪個語音有搞喔 帝王花在哪裡 帝王花超可愛 帝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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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他有個高啊 太大或什麼 叫不要議! 這裡我畫語的嗎? 我記得還有個... 欸? 我記得還有個高才對阿 在哪裡阿 這高在哪裡阿 比卡喔 痾痾...這個嗎? 這個嗎? 可是沒有看到耶 剛剛沒有嘎吼出來耶 指令3 喔 要換那個 有了有了 要換靈基爾 對對對 這個這個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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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了 哈哈哈哈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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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аг 拖拖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呵呵 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玩過帝王花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我突然覺得蠻好玩的 对不起 突然覺得帝王花意外的好玩 好啦 競正帝的競正帝來啦 生日快樂各位我們就去收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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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工 收工 我之前沒有特別玩帝王話 好啦 那抽出來玩語音的沒錯啊 你不知道後面很多 你不知道FGO就當圖鑑GAM在玩嗎 好啦 那今天直播差不多到這邊吧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也可以在到時候影片放出來的下方留言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話去看一下我最新的那一支 那個天氣之子的影片 對 我也是希望以後可以做一些其他類型的東西 對 如果大家願意看的話 當然也很 也覺得很開心 怕里斯不行 我生日是明年一月底 所以要等到一月底我才會有出來 好啦 那就謝謝各位收看 以後就看MC.Hot Dog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個阿比的生日快樂歌 就跟各位說個晚安囉 那麼 各位就先跟大家說再見 晚安 掰掰 將會 Happy Birthday Dear Master Happy Birthday To All